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百慕達吐司小烤箱 這台真的很多人想要就要review 因為要號稱吐司機界的愛馬仕 到底值不值得呢? 先說結論 真心好用 我用之前坦白說不期不待啦 因為看起來就是一個蒸汽烤箱嘛 而且又超級貴 是能有多好用 但用了之後覺得不得了 他真的把很多小細節都設計得很好 所以我人生中吃過最好吃的麵包 是用這個烤的完全不圍顧 那外觀數一數二美 整個殼都是不鏽鋼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有奇怪的塑膠味 上面的景語也不是用貼紙 而是直接烤漆在外殼上的 真的就是美 他有一個按鈕控制時間 最多是15分鐘 但是因為烤箱本身很小嘛 只適合烤一些小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間很夠啦 多數你要烤的東西 應該都是5分鐘以內就會好 另外他有7種模式 4種是專門設計給麵包用的 另外3種則是 傳統的烤箱不同的溫度 三個溫度這個齁 就是一般的小烤箱啦 你要拿來烤海鮮 或者是做焗烤都是可以的 因為烤箱本身很小 加熱會很快 像我們把超市買回來的炸物 用這個重新烤一下 真的變得很脆 而且逼出超多油 有力減肥降低熱量 或者甜不辣稍微烤一下也很好吃 也可以拿來烤年糕 沾點醬油包海苔就超美味 或者是呢 我很喜歡拿來烤薯餅 可以脆脆軟軟的又不是那麼的油膩 所以還不錯啦 就是一個熱得很快的小烤箱 但他真正讓我驚嘆的是拿來烤麵包 原理說迫不值錢 就是利用蒸氣 麵包買回來放久會變乾嘛 所以即使你烤過之後 也很容易覺得柴柴的 那他烤箱上面有一個小洞 水放進去之後會經過導管 到下面的水盤上 那這個烤箱是上下都加熱的 所以他的水會先熱起來 如果你用麵包模式 你會很快就看到整個烤箱充滿蒸氣 這樣可以讓麵包蒸過再烤 蒸心可以達到外酥 內軟烘烤均勻的效果 那還有專門設計給吐司的模式 烤出來真的超脆又不乾 那市面上有很多蒸氣烤箱 他們的問題通常是 加熱的速度不夠快 那本身體積又比較大 所以烤麵包起來 真的會比較容易柴柴的 白木達這台不管是烤出麵包的口感 還是你使用的容易度 真的都覺得很好用 比方說他有專門的 披薩吐司模式 這個是讓上火比較強 所以你上面的起司跟配料 可以均勻加熱 但是下面的麵包又不會太焦太乾 像上次常進人 從公司帶了一個剩下的披薩 就是那種很廉價難吃的披薩 我用白木達烤箱烤過之後 真心變得超好吃 真的很酥又很軟 第三種是法國麵包模式 如果你有歐式麵包奶油捲都蠻適合的 他可以讓比較硬的麵包 回復剛出爐那種外脆內軟的狀態 口感100分 不過他說這個模式 可以拿來烤熱狗麵包跟紅豆麵包 我是覺得蠻不適合的 那種台式的熱狗麵包用這個模式一烤 變得有點像是德國PREZO 麵包捲的那個口感啊 不是不好吃 但不是我心目中的熱狗麵包啊 最後一種模式是可頌麵包 它加熱的溫度低一點 因為可頌、司康、菠蘿麵包或是奶油麵包這些啊 其實它的糖分跟油分都很高 像蘋果派也是 如果你不小心真的是會烤焦的 特別像這種小烤箱齁 尺寸小、火力如果夠強的 真的很容易焦掉 用它這個模式烤可頌 真的超好吃 好脆、好酥、好千層 但裡面依然很軟又有嚼勁 是一個很罪惡的味道 這個模式呢 用來烤任何高油高糖的麵包都很適合 比方有一些Danish 那種有千層麵皮又放了糖霜或果醬的 加熱真的很容易焦啊 或者像是炸過的咖哩麵包 你用這個模式烤 真的都是外酥內軟超好吃 我最驚豔的就是拿來烤 甜可頌跟菠蘿麵包 你看這個有糖霜的麵包 烤完最後也是完毫無損的 我以為你會流的到處都是 Magic 我真的覺得它是有很細心的 想過每一種use case的 超好吃 很脆 因為常見人最愛吃那種巧克力可頌 用這個加熱一下就變得超美味 清理也還算簡單 它下面有碎屑的烤盤 倒水的管子跟鍋爐蓋 都是可以拆下來清洗的 但缺點也很明顯嘛 就是又貴又小 所以你的目標呢 是買一個比較萬用的烤箱 你本身比較有在做菜或做烘焙的 會覺得不見得要買這個 但如果你是一個很追求生活質感 很常需要加熱一些小東西 特別麵包類的 這台烤箱真的不會讓你失望 真的用起來 使用感受100分 長得又美 麵包又會變得超級好吃 而且它買的時候有附食譜書 什麼麵包適合什麼模式 都寫得很清楚 所以不用擔心不會用唷 那我們今天一樣是有團購活動的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影片詳情 喜歡這影片也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幫我們按讚分享 跟我們點鼓勵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你為何要熱肉做一個思考的樣子 我覺得這個職業傷害是不是有點過大 我們昨天吃超多麵包的 覺得今天臉都腫了 腫啊 哪次不腫